接下来老师为各位介绍另外一种常用的修改器 LACE修改器 那LACE修改器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像我们做瓶子、罐子或是车轮这样的物件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LACE修改器 现在老师先做一个示范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花瓶的话 我在这边先使用LINE来建立一个花瓶的剖面 那我在这边点选 在这边点选 我在这地方点花瓶的话 上面可能瓶口比较阔 然后它有一个瓶颈 类似像这样一个形状 点选 好那我这边画完之后呢 按右键取消 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图形 看一下来放大 这个是半边的花瓶剖面 从透视图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立体的 那可以注意到我是在前视图画的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这个线是立在空中的 应该是立起来的 好我们再试试看 加上LACE编辑器 切换到Modify标签 然后在这个地方选择LACE 因为它是L开头的 所以你也可以按一下键盘的L 切换到这一个 好我们在这边好像 在这里 这地方不要选错了 后面这个呢是金格修改器 我们在这边选择LACE 好他用这个LACE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形状蛮奇怪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比较一下 当你加上这个LACE修改器之后呢 前面会有一个灯泡图案 我们在这个图示上按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原本我画的线条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垂直线 这个垂直线是什么呢 LACE其实就是沿着某一个轴向做旋绕 哪一个轴向就是这个轴向 就是这个轴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align minimum center跟maximum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设定一下 你看如果选择minimum的话 它是出现在这个线的 如果以X轴的坐标来看的话 是出现在它的最小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条线的左侧 那如果是选择center的话 则是在它中间的地方 对不对 你看这条线 中间的位置 这个都不是我要的走向 我希望它是到这个地方 这条线我们要让它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选择max 这样才对 所以等一下旋绕的时候呢 是以这条轴心 作为旋转轴 我们在这边呢 再点一下这个图示 你看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花瓶的效果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再旋转到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好 不过这个花瓶感觉有点粗糙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在建立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用直线点选的 我们再做一次 我把刚才这个建立的花瓶先删掉 好 这边我可以先把front前视图放大一点 快速键alter加w 等一下呢 我们就拿这个z轴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原点的位置 然后拿这个z轴呢 当做预设的旋转轴线的参考 选择line 然后呢 我这边的用滑鼠拖曳 好 然后呢 做花瓶的形状 那你可以注意到我这次呢 我稍微会拖曳一下 拖曳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让它产生圆形 圆弧的造型 好 点选 没有关系 不一定刚好要碰到 其实你会发现呢 我并没有把它画完 为什么 因为花瓶不是透明的 花瓶的话呢 摄影机啊 大概比较不会去跑到花瓶的里面 所以我们只要画这样就可以了 好 画好之后 我们再使用lace修改器 所以这次我直接用快速键了 按L 切换到lace 好 那你看 形状不太对嘛 但是我们把它的旋转轴呢 切换到mix的位置就好了 好 你看 这个花瓶就做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透视图上面看到的 按P 切换到透视图 然后我们旋转一下 你看这个花瓶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看到它接近着色的效果呢 可以 快速键F3 F3呢 相当于在这边选择 切换变成smooth加highlight 平滑加高光的显示模式 好 你看这个花瓶就做出来了 不过这个花瓶呢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它的瓶口这个地方呢 感觉不是很平滑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在使用lace修改器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可以设定它的分段 目前是16 对不对 那16的时候你会发现 尤其是当你做特写的时候 这边实在不是很平滑 我们只要把这个sigma呢 分段再增加 你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数值 它就会变得比较圆滑 好 当然不要给太大 因为分段越多 多边形的数量也越多 那render的时间就相对增加 好 那你看 我这边其实只有做到这个地方 里面是什么光呢 那个部分等一下我们来修正 那你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因为我当初画的时候 我只有画到这里嘛 所以除非你的摄影机 真的会跑到这个瓶子里面 不然其实摄影机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不做也没关系 好 再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里面 这个很奇怪的光芒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好 我现在呢先转到底部 你看 底部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悬让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呢 会有点重跌的现象 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 这里会有一个 wheel core 把它的核心呢 焊接起来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打勾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 当然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转到这个瓶口的地方 你看 里面就不会出现了嘛 好 这个就是 类似修改器 不过呢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做好了 想要再调整一下这个瓶子的形状 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在这边呢 我先切换到前示图 我按一下 F 快速键 F 是切换到前示图 我们这个瓶口好像太大了 然后我希望瓶颈呢 再小一点 可不可以改 可以 按F3 切换到 wire frame的显示模式 然后接着呢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在原本的聚合线上面 再加上了类似修改器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可以切换回来 切换回来 切换回来的时候呢 你就只会看到线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线的形状 在这个line的前面呢 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选之后就可以展开 然后这个是顶点 Vertex 是顶点 你选择顶点之后呢 你可以用移动工具 旋转工具 或是缩放工具 来调整这些顶点 像我这边呢 就把这个顶点的位置呢 稍微再移动一下 你看 好那这一点也是一样 再移动一下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发现 瓶颈的部分呢 就变得比较小了 那同样呢 瓶口的部分 如果说我也要小一点的话 我可以用圈选的方式 去选到两个顶点 然后再用移动工具呢 再移过来一点 那待会做出来的这个瓶子呢 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看到最后的结果 这个地方点一下 注意看哦 现在呢是直选到这个Vertex 那如果说你要回到 编辑聚合线的状态的话 你记得在这边再点一下 好那我们这边再点一下 Lase 你看这个是去修改后的结果 好 这是一种修改的方法 不过你会发现用这样的方式修改 好像不是很直觉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修改的时候 你看不到最后 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这个地方有个工具可以做到 叫做show any result 显示最终结果 你可以把这个show any result 显示最终结果打开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及时的看到最后的结果 但是有时候比较复杂物件 可能会让你的电脑跑得比较慢 好 像这个花瓶 如果你觉得是不是太胖了 我希望他整个瘦身一下 没问题 我们可以把旁边的这些点 全部选取 选取之后呢 再用移动工具呢 把它拉收一点 好 然后呢 瓶子这一点的位置 我希望拉高一点 没问题 用滑鼠toy拉高 好 那这一点也是一样 拉高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调整 甚至形状要调整也可以 像我们在这边呢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当初建立这些顶点的时候呢 我们用有拖曳 所以它是一个贝枝线 这个贝枝线就跟你在Illustrator 或是ColorDraw所拉出来的线是一样的 它会有两个方向的控制手把 可以让你去调整 去调整它的形状 OK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调出各种不同的花瓶的造型 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用Lase 那像如果说 我们今天如果是要做一个透明的 像高脚杯 高脚杯是透明的 那我们就不能 就不能偷懒了 不能像花瓶一样 因为花瓶的话 摄影器不太可能会看到里面 但是如果是要做玻璃杯的话 我们这边很快再做一个玻璃杯 一样是切换到Shape 然后选择Line 好 然后我们做玻璃杯 高脚杯了 好 用拖曳的方法 高脚杯的话 你就必须要完整的做出来了 那形状如果 你画的时候不是很满意 没有关系 稍后都还可以改的 好 但是记得拖曳的时候呢 稍微拉一下 好 这个地方呢 将要画一个直线 如果你要画直线的话 可以按着键盘的Shift键 按住键盘的Shift键之后 它所画出来就是垂直 或是水平的线条 放开的话 就变成一般的线 好 我在起点的地方点选 所以3DSMAS 问我要不要把这个聚合线 封闭起来 点选4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高脚杯的造型 不过呢 你现在还没有在套 套用这个类式修改器之前呢 其实你马上就可以先编辑它了 好 我们这边切换到Vertex顶点编辑的层级啊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可以调整点的位置 好 那你要两个以上的点一起调的话 也可以用推的方式选取 然后再一次移动它们 好 像这样的话就做好一个高脚杯的造型 好 像这个杯口的地方 如果说我要再编辑一下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呢 选择缩放区域 直检是这个部分 然后做一些细部的修改 其实顶点还有一些编辑的指令 老师稍后再跟各位做介绍 我们就先暂时先调到这个形状就好了 这个地方如果要做得漂亮的话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 它两边的方向把手不是对称的 如果你要做得漂亮的话 你要按右键 然后把它改成Basier 把它变成一个被支点 它做起来才会比较漂亮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完成的结果 那各位如果说第一次调的话呢 不一定说可以随心所欲调出你要的形状 没有关系 请你多做一些练习就可以了 好 编辑完成之后 我们先在透视图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切换到透视图 好 然后 这个可以 没关系 做好之后再放大缩小 你看 这个是立体的 从不同的观点来看 接着呢 我们再帮它加上类似修改器 好 然后旋转轴 我们还是要把它对齐最大的位置 那你看 这样画一个高脚背的造型就可以做出来 我们按一下F3 切换到Smooth加Highlight的显示 这个高脚背就可以做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个透明的物件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把完整的形状做出来 好 老师先为各位示范到这个地方